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iquidity 硬朗 额 Haus 给你看一下 啊 从我们上一次 容券卖出到现在 在一起的股价 不但没有下跌 还反而上涨了百分之十 照这样的趋势下去的话 我们的亏损会越来越大 那 那怎么办 我还只在挣钱呢 所以说嘛 你要是如果听我的话 不是那么贪心 我们早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而且我们还有能力 那这银子帅个屁用哪 还不够我还利息的呢 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 尽早止损 你看 趁现在整个股价 还没有完全上涨之前 我们能买多少先买多少 然后我们再凑一部分资金垫进去 这样我们先把证券公司的股票 给它还上 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不但没有挣到钱 我还要再拿一部分钱 我再往里填 这不可能啊 我 我我钱全都投到股市里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到了期限如果还不上的话 那你只有等着 发发发 让你传票 你有办法 你肯定有办法 除非在一起往的股市 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要不然说实在话 你没有翻盘的可能 逆转 什么逆转 就是在一起往的内部 发生了重大的问题 好 当然 这个绝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我的建议是啊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去做 这样才是最现实 我不叫现实 我现在需要的实话 你说吧 说 说 说呀 好吧 那我就这么给你 举个例子吧 去年 某些网站就因为大量地 泄露了顾客的信息 这样的事情 如果要是发生在了 在一起往 才能叫得上重大时间 要不信息息了 要不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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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 这就绝不信息了 你是最好的 也是 达兰 你稍微快一点啊 这个规议是我们还用呢 好 我马上就好 稍等一会儿啊 靳姐 怎么跟靳姐说话呢 那个 靳姐不好意思啊 她新来的不懂事 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 你怎么跟靳姐说话呢 稍等一会儿行啊 去吧 快走 走走 你的不懂事 你怎么也想像大人 李奇道 那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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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想到你了 你怎么会想的 小宋 我是小楚 楚天书 对对对 好久不见了 我想给你打听个事 林总 林静怡 是不是又回在一起玩了 什么 秦达公 小彤 不好意思啊 我这儿突然有点事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小宋 谢谢啊 再见 我说我带你了 来了 景显 舅舅 你怎么来了 我让你回到在一起 我们上班 不是让你来干 那个清洁公务的 舅舅 能留在这儿 干什么都行 你应该跟那个顾总 好好谈一谈 咱们做不到 原来的那个职务 是不是换一个好的岗位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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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呀 你不了解他 我能留在这儿干这个 他已经给足够面子了 好了 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来找我干吗呀 猜猜猜 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我最喜欢喝的蟹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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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 好香啊 味道怎么样 好吃 舅舅 这么多年 你还记得我喜欢喝这个 小时候就爱喝 你爱吃蟹粥 小时候爱吃虾粥 是吧 你这个网站哪 装饰得非常新颖 让我让照相啊 公司最好就不要了 那 那行 我给你拍一看 舅舅不要 我现在太丑了 我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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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舅舅 你们坐会儿 我给你倒杯水 我真的呢 你吹吹去 我 我自个儿去 舅舅 这个是你的吗 是 是 是我的啊 你随身带着优盘干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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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不是 突然喜欢歌了吗 我让人下载 那你留着听 不用不用 你留着吧 吹吹吹吹吹吹 知道了 我可以 你还要找人吗 你这个人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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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有人吗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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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 人呢 舅舅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不找你半天了 你这网站太漂亮了 我参观参观走迷路了 这是机房种地 不能乱进的 走吧 去吧 完美 静怡 你愿意跟我到釜山电影节 去领奖吗 毕叔 我愿意 你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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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回去吧 那一块儿走吧 没忙完呢 那行 不要看太晚了 谢谢你的粥 这个顾超影 太不像话 让你看这个 让你看这个 静怡 回来了 快快快 来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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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今天是什么日子 又是花又是菜的 等一下 你要去釜山领奖了 你呀 猜对了一半 什么叫猜对一半啊 不是我去釜山领奖 是我们俩呀 你看 我的邀请牙都收到了 你看看呀 电影节下个星期就开幕了 一会儿你把身份证给我 明天我就去买机票 天叔 对不起 我不能和你去领家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重要的是 再在一起往灯砸工就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楚天叔你调查我 我这是调查你吗 我这是关心你 前段时间你一直都闷闷不乐 我问你为什么你也不说 我今天在你的朋友圈 我看见你发了一条 你已经回到在一起往的信息了 我就打人话去问小宋 人家什么都跟我说了 静怡啊 以你的条件你上哪儿 你找不到一份好工作 你就非要自取其辱 你就到在一起往去 当一名勤砸工 楚天叔你给我听好了 只要能回在一起往 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哪儿有你喜欢的人吧 天叔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也把你当作有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心里已经很喜欢的人 能告诉我是谁吗 你应该猜得到 是谁吗 顾朝阳 你们俩在一起都认识了多少年了 他要人喜欢你 他早就接受你了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静怡 放弃吧 放弃 你让我放弃 你知道我为了得到这段感情 我都做了什么吗 我出卖了孙晓鸥 我自己的亲妹妹 所以那天顾总裁 就是我 我临近一把一切都毁了 都毁了 所以我不敢回家 不敢接晓鸥电话 可是晓鸥应爱诚恨 你成立了幸福王 她摆明就是对付顾朝阳的 我要阻止这一切 我要赎罪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天叔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不为别人 只为你自己 李嘉宜 非常喜欢掌 beautifully 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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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突然之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让我不知所措 从小到大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已经习惯了 总有你在我身边 开刀我 给我意见 但这一次 我也许需要 独自把问题想清楚 希望三亚的海风 能吹散我心头的雾霾 目标 来 原来晓鸥是想告诉朝阳的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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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